3樓的民宅1、2樓被大火燒得焦黑 消防人員到場 发现一名富人在2樓阳台求救 赶紧架起梯子 一边洒水降温 一边把人给揪下来 这场火警发生在花莲新城 民宅不明原因起火 当时1楼屋内除了有68岁亲姓老翁之外 还有3名5岁以下孩童 2楼则是在这边租屋的56岁长姓富人 现场除了火势猛烈 目击民众说还听到爆炸声响 屋子熄火家属急忙赶回现场 也说当时几乎所有大人都出门上班 只留下老屋主跟三个孩子在家 怀疑熄火原因可能是小朋友玩火造成 消防人将火事控制后进到屋内救人 除了五岁灵性女童自行脱困之外 警消接连救出亲姓老翁 以及四岁灵性蓝童跟两岁灵性女童 但三人都失去呼吸心跳 一楼处里面有发现两位 一男一女的小孩 跟一位大人 因为吸入心呛伤 所以我们去现场给予急救 后送吃进医院 两名大人送医后在家户病房观察 但两名幼童抢救后宣告不治 一场大火让两个年幼的孩子丧命 详细起火原因要等火调小组进一步调查 华世新闻 于最先中张一军 华联报导